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期女孩 我呢,准备了篮子还有拐杖 拐杖呢,是少不了的 有些朋友看到我的视频 说我一下不用拐杖 是不是好一点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就是十年前 在各方面的求助得到了手术的改善嘛 一个变形的双脚放平之后 它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走平路的时候 可以放下拐杖 但是有一点凹凸不平 去地里面呢,必须要用拐杖的 去着我的小毛驴 出发 现在到菜地了 今天还是有一点冷 昨天呢 就是这一个多月来 我们贵州第一次见阳光 昨天出一个好太阳之后 今天又没有太阳了 这天气 哇,这个白菜苔好白呀 哇,这个白菜苔好白呀 前两天不是下雪了嘛 妈妈种的那个福豆都已经开花了 就是过段时间就结果了 全部被那个雪呢 都压趴在那里了 大家可以随着我的镜头 看一下这些被雪压的那个福豆 我们贵州的语言叫福豆 你们大部分 摘一下就好累了 这个菜呢 因为这段时间已经是春天了嘛 如果是出太阳的话 这个很快就老了 我就把它掐完 以下这个篮子的就装了这么多了 站在这里歇一下 我这个脚呢 就是我就摘了这么一点菜 到后面呢 这脚都是拖着走的 必须要歇一下 不然的话 等一下那个脚一软了 又摔下去 在这里坐着歇一下 找不到地方坐的 就是这个石头这里呢 还是干一点的 好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可抓起来 吧 leverage 底鎖 황馍 就是